一切众生即诸菩萨等 就信上说 皆是一真法界 这是事实 虽然是事实 我们反复迷了 不知道这个事实 这个亏议吃大了 不单单是迷失了自信 无量皆来 我们的迷失越来越严重 严重的迷失就变现出六道轮回 变现出三瓦道 于是愈信愈深 苦无不堪言 这是我们现在现前的四世真相 那我们要问 一真法界有没有失调呢 实在说一真法界就在现前 不单人听没离开 就是三瓦道也没有离开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真实之体 六道是虚幻之相 幻相是一体变现出来的 力疗体 假相也不可能产生 假相也一体变现出来的 这是法相家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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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法相家所说 所以是法界 是以一真法界而变现出来的幻象 从来没有离开一真法界 从来没有离开一真法界 无聊 无聊 法界就变成无量 疑变成无量 却无聊 无量 又归了疑乐 疑变成无量 这个是四十真相 这个是四十真相 怎样物 金刚经上就是叫我们知悟的方法 只要与一切法 不分别不执着 你就觉悟了 有业丝毫执着 那还是在你 每一觉悟 不可以误会 我都觉悟了 还得有这么一点点 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 不行 一点点也不行 一悟一切悟 有一丝毫还没有觉悟 完全没悟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晓得 佛在经上 为什么叫我们 一起放下 到最后 你放下这个念头 也要放下 那才是真正的觉悟了 自信才能献钱 所谓是明心见心 说见心 说自信献钱 跟此地讲一真法界 是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境界 一真法界 就是信的现实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